好了同学们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 按下面的顺序啊 摆图形 根据规律 你知道第17个图形是什么吗 那好了 同样的这还叫我们找规律对吧 对 那我们第17个图形是什么 第17个 那我们这一组的合我就当做 17对吧 总数就是17 总数我们找到了 总数有这样的积分呢 那我们还要看一看规律对吧 对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形啊 三角圆圆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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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省电号 对不对 对 那我叫我问你了 你找到这样的一组了吗 找到了 那规律就是反复出现的 我们就把它合为一组对吧 对 那我问你 谁是反复出现的图形啊 三角圆圆 对 三角圆圆 完了接下来又是三角圆圆了对吧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规律呢 就看的是三角圆圆 对吧 对 那好了 这个一组呢 我们就已经给它找到了 反复出现的一组找到了 接下来我就来看一看 这17里边有这样的几组于几个 对吧 对 于几就是第几个图形对吧 嗯 那我就要问你了 在这里边17和我再去除以 三 这组里面有几个 三个 三个 来看一看17里面有几个这样的三呢 五组 五 三五就15了对吧 对 那么三六十八不行就超了 所以呢 最多有这样的啊 五组 鱼下来几个呢 两个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鱼两个对吧 对 鱼就是两个图形对不对 那鱼几就是几 鱼下来两个也就是新组的开始了对吧 对 鱼组呢出现了两个一二 那么第17个就是啊 第二个 第二就是这个圆对吧 对 鱼几就是第几个 鱼下来二就是亲组的第二个图形就可以了啊 所以第17个图形应该是圆形 所以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 这道题我们就做完了是吧 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 嗯 还是同样的这个只不过图形化对吧 对 而且呢 他们的也说了 说第17个图形是什么需要我们找到对吧 对 那我们还是要找什么 规律 规律对吧 找到这个规律 我才知道第17个图形它要摆的是谁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规律吧 圆三角方方 圆三角方方 接下来又是这样的 那你找到这样的一组了吗 找到了 反复出现的核位一组对吧 对 你反复出现的是谁 圆三角方 不是 是圆三角方方 接下来又是圆三角方方对吧 对 能找到这样的一组给它圈起来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计算一下吧 核是谁呀 第17个图形那么核就是17 17里面有这样的几组呢 我得来看一看一组有几个 一组有几个 四个 四个 所以我就17去除以4 等于多少啊 等于四 四四十六对吧 对 四组 余下来几个 余一 一二三四五六 余下来一个图形对吧 对 那么余几就是第几个 余下来一就是我们新组的 第一个 第一个 所以第17个图形它是谁呀 圆形 圆形是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 这个是圆形我们就要去做完了是吧 是 我们发现这道题呢是通过我们的余数来走的 是不是 是 那我们发现余数的妙用跟谁有关 除法 跟除法有关 还要跟除法里面的余数有关对吗 对 那好啊 那么余几呢就是这一组的 第几个就可以 余几就是新组的第几个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 了解 谢谢大家